在山越来越高 水越来越深的台湾新海里 谁能够成为最后的霸主呢 各位观众欢迎收看 2014年到2015年 超级联赛新海 JUMBA2的项目 我是今天的主播 JUMBA翁俊明 在我身边的 我只是为大家邀请到的 专业赛评 JUMBA张轩奇 JUMBA你好 JUMBA好各位观众大 我是JUMBA老师 对那我们的这个季后赛 已经是如我如 目前已经来到一个 四强的阶段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个赛程表 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 华里斯拜的AK对上 由于闪电狼的黑市 那今天胜出的对手 则是要对上Daisy 那这个其实 但今天胜出一定是台湾选手 明天的话呢 就是今天的胜者打Daisy 所以说明天也有个很关键 就是到底会不会 这一季的季后赛 是两个韩国人对打 对没错 那不过今天比赛 我们可以先来看 因为毕竟打了好几周的 一个冲打冲 今天终于看到一个 终于有决定 不是冲终终于有神组 对来到神组出现了 对来为各位介绍一下 选手在画面中 左边的是来自 游异闪电狼的神组选手Hez 而在画面中右边的 这是来自 华里斯拜的AK 两位都是相当年轻的选手 而且实力都非常非常不错 且他们两位都是目前这一季 台湾最后的希望 因为包括像San 都是直接陨落了 对我们这两代 台湾宠王陨落的时代 到底有没有 台湾小将能够串铁 就靠这两位了 对 到底有没有一个新生代的一个出现 那第一张地图 使用的是一个 这个死亡之意 那 季后赛的赛制呢 一样是打一个BO7 七战四胜 第一张地图呢 指排位高的人先选途 而接下来地图则是 输家选途了 在一个BO7的一个 PVZ神族对穷族的一个对决来说 当然赛前跟San 聊到了Hez对上AK 有可能节奏比较快 对没错两位选手 尤其是Hez本来的一个战术 走上就比较偏向快攻 对 那尤其是Hez 我们看一下Hez 今天有没有特别来针对AK 来准备战术 不过因为这只是四强赛 如果真的有什么很特别的战术 这边Hez也要评估一下 当然今天大家想办法要赢 但是有没有可能 你把战术留下来 这个也是 这也是可以考虑的 不过这边要先想要过Hez 这关其实就很难了 因为AK AK这关对 其实Hez其实本来就是 Hez和AK这两位选手 其实在目前的台湾选手里面来讲 我觉得都已经算实力相当相当不错 对 那更不用讲 尤其是Hez的一个部分 大概如果你要把 就是想从王 接下来替代人选 第一个想要可能就是Hez 对 近期的表现是非常非常一个优异 包括比赛的表现 包括他们平常练习 在天梯上的积分 我想应该都是中师级的一个水准 Hez更是有打上中师前十名过的 对 选手 Hez说就是因为他常常打上中师级 所以他到最后就是他 因为当然他的对手是条马人 但是从条马人的编队 通常他们还是有机会可以去猜到对面是谁 就是说其实Hez因为他手上有很多世界知名选手的RP 对那第三比赛开始的灭绝之一 PVZ的一个对决 那其实前面也在提到啦 就是因为我们的知名的 台湾全国现实已经先行淘汰要下到我们的升降赛 那到底到底我想这个年代 今年也是这一个新人辈出的一年 Hez跟AK有没有办法展露头角呢 谁要来代表 代表这个台湾选手明天来跟Daisy来做对决 对两位选手我觉得打得也都很硬啦 这次毕竟是上届贴手的一个冠军 贴手联赛的一个冠军 那好 比赛开始了 马上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点位 在画面中右上角的红色 红色重组选手来自华翼Spider的AK 地图的右上角 那在画面中左下角 7点钟方向蓝色神族选手游翼闪电狼的Hez 那特别要注意如果Hez今天晋级 明天的话就是神族内战 那如果是AK晋级明天的话 一样依旧会是一个神对宠的一个对决了 就这样讲就不用讲 今天一定要支持 啊没有 今天一定要支持我们 对对 讲的 不是 今天不行 已经可以讲了 已经可以讲了 太票开玩了 快开玩了 可以讲 我们今天不能讲 我们今天要支持的是 宠族或神族 7点钟方向的 7点钟方向的一个神族选手 我们也要支持1点钟方向的AK选手 我以为你要讲什么 你也支持阿文 对没有没有 我们在讲的是点位 点位 好 不带任何色彩 我们要支持这个蓝色的神族 我看宠族今天心情不错啊 没有没有没有 好我们看一下开局的部分 放下的是 好 也练潮 又来了又来了 这个 因为没有在客气的 一个是游易 对一个是游易闪电 一个是华伊斯白的 对啊 没有那种晚上会被骚到的可能性 没有被鬼压床的一个可能性 不会你现在放招晚上被放招 不过AK是一个玩狗词 15人口放下孵化词这个开局哦 对 不过其实基本上我觉得 HATS会这样做应该已经料到 因为 AK打HATS在我印象中 几乎 他应该不是说AK 台湾群有打HATS 几乎没有什么人敢在第一场裸霜 这边还拉了两支探测机 那看到王冲应该拆到这鞋对点 所以两支探测机都会往 王冲看到 对 去卡这一边 AK有反应到哦 其实这边就稍微闹一下 但是待会第二支会来哦 第二支要来咯 第二支还在 先放 先放 大家想说这个位置应该有没有 感觉有点歪 好像其实是没办法放主宝 对 他这支卡在最边边的一个位置 好的那这边我们看看 这是HATS的第二支探测机 那因为基本上你前期拉两支探测机出来 这样子的一个潜压 当然深度自己本身经济会受到影响 但是这也是一定要给对于重途 来达到二矿节奏骚扰的一个企图心 来这边看一下 这边变两支弓兵 好那这边稍微拖一点 基本上看到对手半口开 其实也就不用硬放了 嗯 这边HATS选择是回家 这个野炼场开之后放下自己的二矿 同一时间的去三矿 对这个这个位置很明显 如果你开三矿的时候没留意到 我就要在这边下光炮 没跟你客气啊 对所以这边的话就要来看一下 等一下AK应该要来开三矿了 那开三矿会不会 有没有先把那支弓兵抓走 哎呀AK的这个几率性 我们来看一下 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哎呀 AK这场人有点好啊 对这个很危险哦 这个应该要顺手去绕一下 其实不花多少时间 对也不花什么APM 所以其实应该是要去绕一下的 好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边 这一边这一个黑石的探测机 又来到二矿这边 再过来看确误一下 我不会放 哎呀 你怎么放二矿 你这个 这个太带走 这个 这个也不太带走 是AK的进去太糟糕 他没有放这网虫吗 有了后虫过来 后虫 来不及 后虫往左边走 哎呀不要这样 欧虫你运动一下嘛好不好 动一下 你不要这样子啊 一个move 现在移过去来不及了 现在看到来不及了 后虫 这个是纪律性问题的哦 AK这个失误有点夸张的哦 完全不应该犯的一个 大的一个失误 而且他这边加一边 已经在挖挖挖斯了 因为了这个矿掉 他甚至没有二矿 因为如果你是三个矿开 你最起码掉一个矿要两个矿 现在看到脸都绿了 这个就是自己一个很大的失误 他没办法公平公平公平 啊拜拜 好起码你还可以取消 你要不要取消呢 我还没取消 没取消 因为这个位置你要花 可能花非常多的狗 才能咬掉 不见得划算 这个不可能咬得掉了 因为你没有取消 等于说这边对于黑石来讲 就是我就是 甚至放三到四光炮来守这个点 这边三光炮会不会 哇 这样子 我想AK在前期的节奏 一再的一再的 被甚至是黑石来拖延 会不会被逼迫 选择要放 就是选择怒 就直接放招算 会不会爆狗 对 直接毒爆狗破一波呢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你几乎没什么可以选 你这就 那当然这张地图 你要毒爆狗一破破 直接爆门口也很困难 对 而且这张点位是斜对点 即便是提出 提出是快好了 但是你 从软现在二框又被点掉 哇 这工床还没点掉 对 这个 啊 没关系 这是BO7的第一场比赛 希望AK这场如果节奏受到影响 下一场看能不能快速的 把这个心情还有状态调整回来 对这个就是家里面 就是你刚刚看到是工兵在九点钟到处绕 他就已经跑去隔壁家敲门说 不好意思请问你们有没有乱放什么 就是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物 都没有 可疑的人物就藏在自己家 对 然后跑去隔壁敲门 完全没有机会 原来在我家啊 这纪律性超好 我们九点钟逛过五点钟 啊有没有 三点那边全部都绕过了 对 全部都只要绕着差不多了 结果家里面没发现 去隔壁的啊 反正我凉空气不见 有在你家吗 对有在你家 空气就在你家 就在你家 你有发现我们家冷气机吗 冷气机 我们家冰箱不见 你有看到吗 你有看到吗 蛤 真是太尴尬了 好的那这样子的话 黑斯这边一个利用光炮 骚扰对方节奏 这边加中转出的是一个心境之门 要来做用一个先知剑 来压制对方的一个经济 初期走了一个先知剑来做骚扰 顺便可以来控图 不过我们可以注意到 在左上角也可以偷了一个三框 在左上角这个位置 这已经逼不得已了 不过这个开局已经太亏了 对你在开局已经是亏到爆的情况底下 你当然只能选择出去 就他选择是去偷矿 而不是开在比较近的地方做防守 对因为你先以二框来说 比较靠近AK加到二框来说 其实距离主框还是有一段距离 因为那个位置本来应该是三框 所以在第一时间黑斯一个 三四个传送文加上先知剑的一个骚扰 第一波对于二框的这个骚扰 我们看一下AK要如何做防守 不过这边来看起来 因为机械造场险点非常非常早 所以应该是会选择把三框开下来 那这边就是把自己的优势慢慢扩大 那这边的话在开局的部分 家里面就是要守这个 这第一波的一个时间点应该是很常见的 好 蟑螂要出来了 所以这狂战士可能做一下农民 后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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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找个位置卡好 对 对 然后工兵 工兵要开始逃命 后虫表示可以逃 等蟑螂 等蟑螂 蟑螂要出来了 蟑螂要出来了 稍微拖一一下就好 后虫不要掉了 哎呀 这个后虫 后虫掉了 哎呀 蟑螂怎么感觉在很远的地方 好 蟑螂来 因为蟑螂刚放下去 他需要时间孵化 这个我想 这样子后从右边 死了十字农民 刚刚另外一个框也被打 这个框也被打 哇 而且家里面这个 你看直接点丢后来 他知道这边打掉的 来的就是先知了 先知要无敌啦 对 先知来了 蟑螂表示你干嘛这样 蟑螂你打不到 是两只先知 常常要选择拆家 我们来看 这边 蟑螂选择先手 哇 光又再一波的一个骚扰 AK这边 家里面还没有最后后台 有够尴尬 有后虫 有之后虫 这个很惨 这种输出 毕竟不是最及时的 这个完全像在 这完全的 我觉得这一场已经打了 有点像在大人打小朋友的感觉 嗯 这个有点落差啊 我觉得在家里面 26只 蟑螂没有及时放 这个第一时间其实就要放 因为你三框看他对方在点的时候 你就要赶快再补了 因为这是 对方不理你的工兵 也不去打你的蟑螂 想也知道 就是等下一定是空局 不然他不会硬是点最后炮弹 对 我们可以注意到 现在工作单位的一个数量 差了整整两倍哦 那 嘿 这边我想只要轻松的守住 第一波的一个蟑螂压制 AK可能 有可能自己会打在这边 对 AK这边就被迫要来 他来继续打 稍扰一下 不朽都出来了 不朽这已经两只了 完全没得打 他这边只能稍微进去看一下 稍微这么多 对 看一下 啊呀你还挤进来 他后面在场不朽哦 好 立场放了要来抓了 啊不朽 关门放 关门放不朽 打了 好的 恭喜黑十帅先拿下第一场比赛的获胜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见 好這是一個三人點位地圖嗎 上來為大家介紹一下點位 在畫面中9點 9點中方向的藍色神組選手 來自魷魚閃電 然後在黑斯目前是1.0的領先 他的對手呢 這是在畫面中5點中方向的 紅色神組選手 來自華爾斯巴德的AK 那AK上一場 我想Sobay賽平也有提到 真的是連續兩次都沒有發現 被蓋光炮的這個意圖 我覺得那個真的很尷尬 最主要二框被打掉 其實那個節奏已經亂掉了 對 已經完全沒亂 因為他的開局的部分已經不偷了 他是選擇二框開之後 先挖瓦斯的一個打法 對 那其實這打法 當然說在書籍來講 你會有比較好的一個提出計畫 來做騷擾 那甚至來做 應該說來做繞圖來做空圖 那你三框就晚 但如果你這樣子一個開局 你只有兩框 你的專注力只是手兩框 你的二框都沒有去 去稍微繞一下的話 那你二框被打到 這個真的太虧了 這邊我們看到AK放的是13D 13人口放孵化池 也算是蠻早放孵化池 他要抓對手 應該這是一個抓對手裸霜 但是HES這邊是BG開 HES這邊是一個傳送門的開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一個單兵營開 不過他這樣的話就看他夠不夠 會不會太偷了 有沒有機會鬧 有沒有覺得鬧到一點點 沒有鬧到的話 這個開局等於說AK這邊就是認賠了 認賠 真的是認賠 認賠一些啦 還可以接受 那這樣子剛剛說被提到 目前神族最經典的一個開局 就是所謂的單兵營 一個放下一個傳送門之後 再放下二框的一個開局的方法 AK這邊選擇是 早期的放下孵化池 那第一波看有沒有可能生 6條異化蟲 來對於神族的二框 應該是要抓 應該是要6條喔 因為你提早放 不過如果 因為也不確定對手的地圖 沒有沒有他也有可能 先壓了4條 先壓了4條 後面補的4條 然後先補後蟲 選擇補後蟲 先把後蟲補起來 再補的是 那應該就要補工兵了 因為如果這樣的話 等於說就算了 哦對 因為還有王蟲 那這樣感覺AK這麼找 風箍化池 反而是比較偏一個瘦 他就打一個偏防守 對 真的是更防守 欸這人 人怎麼那麼耐霎 他又走掉了 又來 ä 欸看到狗差點就直接把他包掉了 對 不過他這邊的話 第一時間又一直回來了 好 他這樣的話 這個三支去繞 三支去繞 不過這邊就直接出一支出 做完事來做防守就好了 鱷框還沒放 有啦 這有小事啦 這個怪訊啦 上一場這樣被放實在是 生活不能自理 好的 我們看到鱷框 這樣狗來白咬一下 然後稍微引誘一下狗這 所以可以繞進去 稍微繞進去 看要不要繞進去 不過母劍核心快出來了 還留一隻狗去 沒血了被抓去死 怎麼是拉沒血的去呢 好的 那這樣子的話 雙方又回到一個正常的雙開 我們看一下待會黑實在在什麼時間點 把自己的 AK在什麼時間點把自己的山礦放下來 好 硬溜 但其實這個時間點溜就沒有用了 因為你這個其實就是第一時間就要進去 並沒有看到關鍵的一些資訊 AK今天感覺有點不太狀態 我覺得那個第一時間 你那三條狗 第一時間看到狂安士 你繞過去就直接進去就好 你第一時間沒進去繞 過一段時間你再進去 就一定會有母劍核心等你 這是必然的 因為這個時間點 你看到狂安士就知道 冰淫開的情況底下一定過一陣子 就會有母劍核心 對 所以第一次我覺得這個反應 有點讓我覺得有點訝異 有花看者只需者 有動可鑽 欸 你就鑽喔 對 因為你只要帶母劍核心要出來 那這樣子的話呢 AK這邊很小心啊 狂巡 不要一直走 你別再搞我了 對 說好我們打正面 確定是 對 偶爾還一隻 剛剛第二隻又來到 第二隻又來到 對 或是狂巡欸 對 氣到一個不行 對 家裡面 這感覺已經是 就是家裡面招過一小時 家裡面已經裝攝影機了 對阿 而且攝影機哪裡都裝 連衣櫥裡面都裝 感覺抓了八隻針孔 好 來啦 這邊打的是一個 不過打的是一個小錢壓 因為我們家裡面有放下 應該是三個傳送門 還是四個 我這邊看不到 等一下來看一下家裡面 這應該是小騷擾 關鍵還是家裡面的一個 三個 心機之門 三個傳送門加一個心機之門 三個傳送門 那這個要防守並不困難 不過AK依然是打了一個 採取比較保守的一個手法 我們來看 家裡面還是雙框往上攀 這邊AK在爆狗準備做防守 但是 你可以注意到AK並沒有 三關並沒有開的情況下 AK這波守住 其實經濟也不見得會領先神族 關鍵是等下的一個空軍的防守 其實我覺得二空還是沒問題 AK是要守住這波反推嗎 狗的數量到30 因為他不知道對手併數 所以他背部要多刷 這邊看到有第一次直接退喔 這次也是蠻乾脆的 因為這個本來就不是要打死你 因為這個開局 本來目的就是 狗樹狗樹 好這邊反正是硬刀 這裡有黑石宣失誤 哇武教學被點掉 這狗要反壓回去 這個食物也很大喔 哇這個 留一點 留一點硬刀就好 不用全部留 沒關係他要選擇 硬刀掉 這個 黑石這邊也是出現一點小食物 那這邊的話直接來做錢 家裡面 黑石這邊家裡面要選的是 建築學 趕快 好這邊有一個稍微來做防守 那這邊AK要趕快把農民刷回來 來上框放下去 這邊狂蒜是 這機場應該好了吧 直接選不到 喔 鳳凰嗎 這個口狂是有補助嗎 好好補助 是不是鳳凰有一隻啊 我聽到有一隻在打人 有有鳳凰 鳳凰有一隻 鳳凰一隻應該出門 這隻 看到了 終於 看到了 阿抓包 這個是A過去的喔 所以基本上看到目標為自己自動去移喔 對一定要揍他 兩隻鳳凰 你看到紅線就代表在路上看到攻擊物他會自動咬 那如果是 那是藍線還綠線的話就他就只是移動 然後白線是可以停 黃可以暫停 看到黑線你電腦當機 破圖 破圖 該換懸槽 哇 三框放下來家裡面 這個的話 HES這個 我覺得剛剛的出擊失誤之後 導致對手完全沒有任何壓力 這一回合變得HES有點尷尬 少掉一個母劍核心 這個等於是 手中的牌掉了 整件事整個 戰略性可以選擇性少很多 對你的開局前下就沒了 而且很可能因為掉了那種母劍核心 在關鍵的時刻 你如果要補母劍核心 你的瓦斯整個就是會稍微往延避 對 關鍵性的兵種可能就晚了 因為大家都覺得神族 就常常有人講批音吧批音吧 神族很強 那其實神族的一個 比較明顯的缺點是他的兵種都非常好瓦斯的 他關鍵兵種都很好瓦斯的 是說你的部隊一旦損失 你要重新補出來其實也是很貴 對他不像蟲族喔 就少個什麼一隻異化蟲 對 無所謂 少個一隻蟑螂 不重要 我剛剛有生那隻異化蟲嗎 對但是對於神族來講 要是少一隻不朽 喔也妖獸啊 對這不是開玩笑的喔 那如果少一隻哨兵 聽起來好像還好 可是如果這時候只有一隻哨兵 剛剛有關鍵性的一場沒封到 你就糗 稍微也是貴鬆鬆的兵種 對也是非常非常關鍵性的喔 這100瓦斯其實在初期對神戰場非常關鍵 不過這邊他因此被迫直接 變得打得非常非常保守 可以直接看到這一場 也是因為開局那個 失利之後他變得只能靠 鳳凰來去做騷 而這邊的話因為 AK家裡面是一個多種的開局 這波狂戰家裡 這一個timing 家裡沒兵啊 這裡沒發現嗎 拉回來拉回來 這個山況 這裡部隊還有沒有部隊 有沒有部隊 在補狗啊 有部隊在籃裡面 有部隊 在籃裡面 在大都 回來了 有回來了 那是很多喔 雖然這雖然不少喔 不過沒有一攻所以還好 這邊異化蟲攻防在體寬 是沒有一攻 這邊是漂亮的抓到 AK自己家裡兵力 他被舉起來了 哇 不過沒能量 哇這個被溜出來啊 可能出來好多 對 我覺得這邊的話 也不能說AK大失誤 他只能說他沒有料到 對方會有此一招 完全沒料到對方會突然間 就帶著人進來刷兵了 AK再轉刺蛇了 沒轉出來 這邊山況被點掉 反正是太多了 那這樣刺蛇數量也可能 沒有辦法聚集喔 對 哇 這個 這個 我打得很活啊 這一個開局打得 就是已經是明顯大獵的一個情況底下 突然之間用 鳳凰控土 然後直接刷出了人進來刷 啊當然也是AK太偷了 AK家裡沒有 沒有 沒有蟑螂啊 我看直接上來 他直接想跳刺蛇 對直接想跳刺蛇 在偷熱的情況底下 這個是 下一波來的就會是巨像 帶巨像的部分 然後他有什麼抬什麼 抬什麼 抬什麼 第四 第四 有刺蛇才刺蛇 草又回來 剛剛應該快沒能量 回來抓一個 刺蛇 刺蛇挺貴的 這邊反而換的是HES 把三框開下來 這邊AK三框掉的一個情況下 我們看到人口數 蟲足 雖然說目前持平 但是 整個節奏又再次的 原本以為 原本以為前面可以利用HES 自己掉到母艦核心的一個點 直接跳到一個刺蛇的科技線 結果沒想到被抓到的空窗 經濟受到一個非常大的打擊 對 必須重新開到自己的三框 那個三框如果剛剛沒意外的話 應該是四框的說 對 所以這樣的話 應該是四框的說 對 他應該是四框 本來應該是四框 他變成三框 很感傷啊 如果三框現在還在的話 我現在已經200人口 對 我現在早就把你A的跟豬頭一樣 現在已經三攻三防 這邊工防的部分 蟲族攻防在提二攻二防 那神主是一攻好了 再提一防 對 這邊的話 其實我剛剛看到刺蛇有點壓 因為他這邊選擇 提的是近戰的攻防 所以 變成說他這個其實是想速攀科技 他想跳三分 所以他這個戰術應該是走 翼化蟲刺蛇 然後往上攀 直接走雷獸的機率 我覺得是來的高一些 但他在一個三框提早被點掉 並沒有四框機器的支撐下 能不能夠成功的把一個三框兵種轉出來 這是可以觀察的點 這邊看到 翼化蟲有看到神主的部隊 對 看到了 但是這個部隊還沒辦法 那這種 這種打法變成說經濟更重要 因為我們是直接把科技往上攀 然後如果現在只有三框的話 你這個部隊量幾乎是沒辦法支撐的 我們看到現在這邊直接往前做壓制 而 AK這邊要怎麼守 人口神主還領先二十幾 哇這個非常難守 你只有刺蛇跟翼化蟲 你要如何阻擋這個具象 過來 哎呀這個陣型 還直接看到一見面就死三隻 見面就打臉 哇 喔 這邊是怎麼擺身 來得及嗎 我覺得擺身時間點有點晚 而且好像是對方壓臉上 讓他被迫刷出擺身的 但是這邊已經開始在快樂青蟲胎 馬上來到一個三框的復帝 對 必須讓他擺身來做防守 我覺得這個選擇還不錯 但是這個很明顯的是被迫的 現在在身擺身的 現在在身擺身的 生存時間 對 這個擺身就不知道來 真的因為你沒有生存時間 你的擺身寵的姿勢 並不是源源不絕的 對 哇這邊刺蛇要小心 刺蛇我們看刺蛇就要越來越少 擺身蹲下去 好 我們來看兩隻兩隻 各種小蟲出來 靠著擺身能夠堅強的守住 擺身直接 哇 還沒舉起來直接跳 哇 這邊AKS打進去 哇 恭喜黑石 又拿下來第二場比賽的勝利 我們休息一下待會馬上回來 好的 回到比賽 那前兩場比賽的節奏 非常地快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 那比賽都是有黑石 拿下比賽的一個獲勝 那 我覺得第二場比賽 AK相對是比較可惜的 對 我覺得還蠻可惜 因為畢竟對手開啟 又送了一個母艦核心 我們剛剛跟我說 這個開啟水晶 這母艦很可惜啊 這個後備影響有多大 說有多大就有多大 結果結果他就摔了 我突然間是把AK打破啊 這樣的話AK選擇的第三場比賽 地圖密林失地 這一邊AK看有沒有機會 因為他輸家選圖啊 所以包括上場比賽 跟這場比賽的地圖 都是他選的 來看一下AK 在上場是一個選擇 早期的狗池來做防守 這場會如何的 來做戰術的一個測動 我們來馬上介紹一下點位 在畫面中右上角 1點鐘方向的紅色 紅色重組選手 來自華裔SPYDER的AK 那在畫面中 7點鐘方向的藍色 神族選手 遊翼閃電狼的HEX 命令失地 這一張圖也是 蠻常看到的一張地圖 對 沒錯 這張地圖是很常見的 所以蟲竹來講他還蠻喜歡的 我們來看一下開局要怎麼打 兩個圖 開局要公平就直接拉出去偵察 對 那這邊要注意的就是 因為我們BO7嘛 你就7張地圖 那你前面當然因為 AK輸他輸則選圖 那你應該打著打著 打到待會的第四戰 或第五戰如果有的話 接下來地圖就會開始 可能會對蟲竹不利了 慢慢因為自己先把自己喜歡的 就先挑起來了 等一下最終還是要吃他 總是要面對的 尤其現在0比2的落後 你AK真的要獲勝至少要打到六場 第二次其實非常非常大 而且上個回合那一場 我覺得可能對自己心情也會有點影響 唉唷 這邊 好 這邊要再兵營 開 AK這場又是一個玩狗池嗎 十四人口 十四人口 AK這邊都打了 是等於說幾乎都是任賠在打 對 這樣子任賠在打 其實為什麼不拉一隻公兵去選 我不知道因為每個選手有他們的想法 當然有些選手認為我不去選 我用15敵才沒有很虧 那有些選手就會認為 開局拉一隻公兵去看對手的開局 那如果對方就是 甚至如果對方想要裸霜 你還可以在對方的二況下主堡 對 還可以拖到這段時間 對 這邊看個人的選擇 這邊來看一下沒有問題放下主堡 對 那的確打到現在你可以看得出來 第一場 第一場黑石的一個戰術 我覺得還是影響到 AK第二場跟第三場的一個開局 這AK的開局真的都是 並不是蟲族經濟最佳化的一個開局 其實還好因為畢竟打黑石開局 就是打曼狗開 我覺得就是曼狗開就是 就是不要跟他賭 對 就是最安全的 要不然就是你就尋人 尋人就走兩三第五可以 就這張和我們四中一就戰嘛 就只有這兩張 你的兩根圖 你才有辦法這樣子直接去偵採 去看一下 對方的一個開局的位置 好的 先是四條狗 異化蟲追一下 好 去看一下 這邊基本上異化蟲速度 就算不在重胎上 還是比探著去略快一點點 所以大概每過幾秒鐘可以咬一下 咬一下 我咬一下 然後我們在這邊要放下 放下兵銀 好 放下主堡啦 所以不是兵銀是主堡 我想說 這麼大的兵銀 對 而且這樣也沒有水晶塔 直接塞 這個兵銀不用電 好 我們來這邊直接進去裡面看 上去了 好分一下 兩隻繼續看 對 這樣就要出來了 不過你就是第一時間你要看 就是這時間進來看吧 看幾個瓦斯 稍微留意一下 看到單瓦 看到是不是有在加速 那個 心計 那個叫什麼 空間之門 對 這些都可以稍微瞄一下 加裡面雙礦之後 好像並沒有 瓦斯 瓦斯在挖了 那AK這邊正在尋 尋一下 他實際上場就有大地圖在尋 這邊還是要特別小心 重組自己的三礦 四礦會不會被放一些違章建築 對那這邊的話 那HES依然是他的一個拿手正常 這是神族最典型的 兵營開之後 二礦 然後再放他來到三兵營 三兵營 那其實上一場HES也是這樣打 三兵營那個前壓 只是HES比較可惜的是 他在上一場的前壓當中呢 母劍核心先被點掉了 那這一場HES可能要特別注意 不過這時候HES還沒有把科技往上攀 我們來留意一下 他第二個瓦斯已經放了 好 但是家裡面還是只有三兵營 所以就算 就算這個史玄已經放起來了 三兵營一個壓制 其實威力還沒有那麼強 是提速狗應該可以來做防守的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AK還是不斷在尋 喔這邊有機會看到兵營喔 有了有了 再上去 看到兵營 有 有看到 狗要拉過來 狗速再拖一下就好 三兵營一模一樣開局喔 我們看到這邊放下了 是心機之門 回機場 喔唷狗在爆狗囉 十八條 放一個包子塔 來把包子塔也放下去 看一下對方 其實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對方狂營師的數量 就可以大概知道 就是你要看倍數 比如說你看一下 一隻四隻變七隻 那這個應該就三的倍數 一隻五隻 九隻 那這就是四的倍數 一隻九隻 趕快放牡 放地吃 一隻九隻 表現對方A波 怎麼會一隻九隻 發兵營 很難得發兵營 七兵營已經是很痛苦 我還卡在這個位置要咬嗎 有有 好 卡這邊不錯 這邊直接上來 可以 不過這次母艦爾街的位置應該不會放牡 再送掉 喔這邊其實衝出 AK的狗也是被換掉蠻重 不過還好 因為在自己家主場 後面再刷就還好 對 這邊雙方的地面部隊 做了第一次的交換 不過這一次的確 HES的母艦爾街並沒有被點掉了 放下三框 選擇放在的是 靠近三點的位置 那這樣加裡面 三框放下去之後 放下了第二個瓦斯長惡本在提 加裡面有在小心空軍 不過這個 完全是一模一樣的戰術 HES完全是跟三合一模一樣 打一個BO7 的確可能其中的兩三場比賽 會是選擇 盡量打選手自己熟悉的一個節奏 對 那上回合是順利打包AK的情況 比較適合 再用 估棋蟲斯 那我覺得這回合就看到AK 他的應對方式 應該加裡面多少會有感覺 我覺得還是放個蟑螂繁蜜場會來的較保險 對 那除了蟑螂繁蜜場之外 AK的確都有放鮑 relation 被大量狂戰士打得一個措手不及 對 那這一回合狂戰士都摔你了 應該是已經有點 hunt 類似戈壁上 戈壁 背綁上 附近 不是在脖子上 但是其實也很接近 腋下 抓出來一個會養的地方 哇這個抓的水晶不錯喔 抓掉了探測機 這樣子黑石的一個水晶塔 沒有辦法的位置 再往前攀喔 這是有提早爆狗 我們來看到 他依然沒有放蟑螂凡之長 但是他提早爆狗 所以這邊看得出來 他選擇 快逃 哇這邊還是太高高 這個後蟑螂怎麼會跑出來呢 還要補總胎啦 他想連接二空跟三空 還有沒有 還有再一發 有有有 這樣可以避退 再補 沒有沒有沒有 尷尬 同時左邊 AK左邊的狗 是不是去壓前置水晶 不過這邊硬化走 這邊飛鳳凰的數量 他想硬點那隻 大概這邊抓起來 這邊硬破 好手足了 這邊沒有問題 另外那邊鳳凰在角 這邊後蟑螂死兩隻 對 後蟑螂死兩隻 鳳凰死一隻 那其實 AK這邊嘗試把二光跟三光的蟲 連起來 是不是已經連起來了 對 那你剛剛講到一半 就是AK一樣是提 跟山蟑螂一樣 一樣是提的是近戰的攻防 也就是說他很有可能像山蟑螂一樣 會直接跳三本科技線 對不過他這次還好 這次他的山蟑螂沒掉 看起來家裡面要打的是 打的是攻防 唉唷真的是 感染蟲 感染蟲 這能量啊 是想要克制鳳凰嗎 對他應該是想要去抓鳳凰喔 對那就注意一下 黑石的一個鳳凰陣型 會不會一直都被抓到 後蟑螂會覺得很尷尬 不過還好 你現在後蟑螂數量開始吸起來了 對 開始吸起來了 那 AK的四礦 其實沒有放下來 AK是三礦四基地呢 打 後蟑螂再來 最後他發現後蟑螂數 喔打掉一個 打掉一隻鳳凰 打掉一隻鳳凰 後蟑螂沒死 不過應該知道意圖了 後蟑螂數量來到這麼多 應該是要把三本往上提抖 喔在爆 對 感染蟲三本 但是並沒有放 還沒有放四礦 對那這樣的話 這盒可能會打到 一個中後期了 因為我們看這邊黑石 也把自己的山蟑螂放下來 這邊應該也不太敢做壓制喔 看到對方的一個部隊量來講 確實是目前是還蠻多的 閃線 這邊成圖要補一個閃線的部隊 把王蟲直接往上移 上去 這邊再把地獄移起來 這邊雙方要打到一個三礦的 中後期的決戰喔 這邊待會雙方部隊 雖然可能會來到一個 一百六一百七 甚至是滿人口 我們可以看到AK這邊選擇 在十一點鐘方向 把四礦放下來 同時刷了大量的工蟲 這邊的話 家裡面現在放下了 機械製造廠 假鳳凰跟真鳳凰 剛才從電到兩隻 我要電到兩隻 再電 好 這樣還好這個換 第三把 第三把 要後從那來點 後從那來點 不然因為剛才從能量 差一點點 差一下 差這一下 對 那神主選擇衝鋒狂 近戰的一個衝鋒狂 搭配了待會的部隊 對 發現對方的配兵組合之後 他好像直接把閃錐取消掉了 閃現科技 因為閃錐已經在等一下會戰 可能沒有用 對 這邊要選擇優能風暴 放下了雷獸 從這邊則是放了雷獸洞穴喔 那兩邊那個科技走向 我們來看到這邊 唉唷 不過這個對風暴要及時完成 喔 對風暴台是很痛的 對 而且鳳凰是沒有辦法打對風暴台 二攻二防喔 這二攻防正在提 那當然神主這邊 嘿斯這邊會先來到二攻 那選擇的是 看起來是要走高階聖堂 嘿斯這邊是零防的狀態喔 他直接只有走 應該只有一個野鏈場 對只有升攻擊而已 應該只有升攻擊 那這邊人口 我們看到 哇 AK已經把人口刷到 就是把上限已經刷到200了 先把房子蓋好 對先把房子蓋 就等人出來住 先草地皮 對 房子蓋好有沒有人來住呢 欸不知道 沒有人來住 就算 就算 賣不掉 加價賣 對 我家不一樣 賣不掉 加價賣 那這邊雷獸 喔這一波 這一波 台面掌握得不錯 但是雷獸 欸欸欸 踩上重胎了喔 這邊他重組已經預警了 要定要定 我們來看一下待會兒 有沒有辦法定到狂戰士 就看後寵 關鍵是後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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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獸 對那 不過其實 黑石嘗試要稍微散一下陣型 對 這一波的一個開命掌握得上 好 丟蛋 丟 這邊選擇丟蛋 哎呦 雷獸出來了 哇雷獸出來 哇雷獸突然衝出來 對雷獸突然之間出來 但是跟後寵 因為隔開 不過還 有沒有補 後寵有補這邊的話 哇 雷獸好猛 哇雷獸超猛的 哇雷獸真的 這個黑石不知道 知不知道裡面是雷獸 對 他應該不知道 不過他出來的時候就知道 打到前衝 哎 報告長官這邊有卵正在夫 啊這已經是工蟲 你不要怕 你打就對了 這工蟲有點大隻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蓋留一點久 看起來不像工蟲 應該是異化蟲 頂多是蟑螂 你繼續打 繼續打 不要怕 有問題賴我 哎呀這邊 哇還有洞狂還是沒有hold住 哇這邊被迫 再刷一大群的狂獸出來 不過雷獸 好不過還有後面有一隻 守住了守住了 對 後蟲要不要跟著往前 這張地圖 蟲他已經破破過半場了喔 這張等下會戰 如果雷獸跟著走的話 你這個很難守喔 其實雷獸往往就是 哇這邊只有一隻不朽 尷尬 這一波這個三框可能要數字大了 哇不朽 不朽遇到克星 你就表示 哎我最擅長打中獎 對 直接就看到大量一框貼到臉上來 這邊三框看起來 我們看黃恩獅刷了一盆 但是這個大量黃恩獅把一隻雷獸夾到蹦 但是還有兩隻雷獸 對還有兩隻雷獸在走 關鍵是三框掉 怎麼經濟不知道崩盤 關鍵是三框掉喔 各位現在是17分鐘 也就是說待會再過兩分鐘 主框 神族主框 雙方的主框都會乾 那你三框又掉的情況下 待會神族會有一個經濟的缺 哇又有洞 哇又歡迎光明買鳳 對 歡迎光明 哇這個已經連續 哇這 一直有鳳喔 一直有鳳 對 哇這裡 剛剛一度守住他的鳳 結果還是歡迎光明 又來了 又來了 有點害羞 你吃了一個服務業的一個精神 一開始門打開但有點害羞 後來說還是進來吧 對還是來 人都來了 坐來喝茶 對 我們看這邊被迫要直接來了 家裡面直接放棄 家裡面直接放棄 家裡面直接放生 正面對決 這個正面 這完全打不動啊 不朽的數量 呃 執政官有三隻 但沒有不朽了 有一隻不朽 不朽蠻多的喔 不朽蓄起來了 不朽蓄起來了 那我們看有沒有機會打 有沒有機會在家裡面在燃燒 對 哇 燃燒的故鄉 對 我還是出來守 這邊易華蟲的攻防甚至是領先的喔 二攻二防打二 打二攻 二攻領防 這邊是二攻領防 對 這邊 這邊AK 我們來看一下AK拉一下正式 其實稍微拉一下 定住就好了 有沒有有沒有定 不是阿 他人定的都被抓起來 不過還好雷獸夠猛 哇雷獸夠猛 雷獸 不對雷獸死光了 這不夠猛 剛剛雷獸夠猛 雷獸突然間又不夠猛了 來到這邊要被我頂穿 什麼 要被頂穿誰受得了 這邊有沒有易華蟲 我們看看易華蟲的數量 關鍵時刻 有話 好沒關係 這是OB 我們等一下 這是OB OB你出去吧 OB有有有我跳了 我跳了 我跳了 電腦直接掛掉 沒辦法 請等等他 那 沒關係我們來分析一下 那 我們來 好回來了 我們看看易華蟲 有沒有回防易華蟲 有沒有 球易華蟲在前面死光 有沒有補出來一個易華蟲 44條 在軟裡面 44條 這個確定是易華蟲了 我是什麼雷獸 在海上 來了 44條 那 不過這邊執政官其實打易華蟲也會蠻快 我們看一下執政官的血量 執政官血量有一隻殘血 另外兩隻還有護盾 丟兩個蛋 那這一波絕對是神 對 我覺得看整個感覺 是要贏的 這難道是一個P58的節奏 什麼 這個 這個大手打 可以打GG 我沒有想到第三道比賽 依舊是黑石獲勝 目前黑石3比0 已經聽白了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馬上回來